好 大家好 我是沈亚米 最近在网上入了一只可爱的八哥狗 它就是我们家的新疼猿了 这个还能测试狗猴治理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乃野智商高不高 这怎么测试智商啊 你别一放下来让拿铁给它咬破了啊 不可能的 我自有妙伤 先把这只狗放下来了 然后再把乃野交过来 你也过来 来 拿铁先 第一件事就是先冲在你的怀里 你让我们来跟它玩好不好呀 哎 干什么你 跟它玩啊 拿铁 你的同类 你的同类 爱你也打脸了啊 拿铁对这只狗一点兴趣都没有 哎呀 这可是我的意料之内呀 你再编好吧 来来来 我给你看一下我真正的实力 今天我就让我妈妈讲讲见识 因为小狗平能吃薯片 嗯 我们只用把他小狗的叫声一点 他就可以被吸引过来了 来 又回去吃薯片就 又来了 拿铁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找你求救呢 快 完全生 人家拿铁只顾着吃薯片 然后根本就没理你那茬呀 爱你 拿铁就是个摊石鬼吧 这个放走他肯定来的 好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再来测试一遍 如果拿铁再不过去的话 那就说明他是真的聪明 快去啊 哦 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样都在咬的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奶铁你知道他在喊啥吧 啊 哈哈哈哈 我给你咬破了啊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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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狗呢 成了一只残狗 我真是高攀拿铁了 没想到那也居然是一个 彻彻底底的傻狗啊 安妮 把耳朵给它捏回去 我今天可真是算到大美了 不仅自己家狗蠢 然后新买的玩具也被搞坏了 拿上面掉一针就行了 行行 大家还有什么测试拿铁的 智商的好东西 一定要发在评论区 分享给我们 对 让我们看一下铁爷 到底是不是真的傻呀 希望他不要那么傻了